这个菜真的是这张桌子都已经放不下了 嗨 各位 这两天我在杭州发现了一家早茶自住 距离我上一次吃早茶还是去年在广州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为了这一顿早茶自住特意起了个早 就怕晚到了呀 摸地围一字 你好 还没开餐吗 这里可以坐吗 像他们家的话是中午11点开餐 然后现在还差5分钟 我紧赶慢感 总算赶进去了 你好 我一位有过预订的 对的 小依 我先来看一看他们的菜单 我觉得他们菜单还是挺多的种类 这一面 这一面 以及背包这一面 接下来就是点单环节 哈哈 你看我 他们家有这个脆皮五哥 这个真的是我在早茶自住当中真的很少能吃到的 我还想再来一个玫瑰纸油鸡 我先点了一部分 因为我这个桌子它有点小 我怕到时候点多了 这个菜放不下 你好 好 大家点好嘞 这是普通的绿茶 我以为或是什么花茶 我给你们看一看 我这个菜真的是这张桌子都已经放不下了 真的是满满的一桌 满脏脏的一桌啊 我觉得我赶紧开始吃吧 这个桌子的占地面积 真的等不到我把所有的菜品都都上了 先吃一个凉菜 这是一个 什么芥末虾球还是啥 嗯 好浓郁的一桌芥味 哇 植中比较厚的一场 然后再来吃一个烤鲁哥 这个真的很少能在早茶自住中吃到这一个 嗯 哇 它这个皮烤得好脆呀 嗯 好的 看到没 还在第一个汤汁 然后这烤鲁哥真的好绝 这个鸽子肉特别的紧实了 吃起来很多嚼劲 这个鸽子我打算稍快掉了 多点两只 好好吃 然后这是一个玫瑰豉油鸡 会有一点点咸 但是鸡肉极其的嫩 我感觉就我现在这一桌 它的价值都已经超了158了 嗯 小笼包 这小笼包就挺普通 但是它比较好的一品是 即使它已经有点冷了 但是它里面的汤汁还是很多 然后来吃这个 这个是啥 嗯 但是我点了一个豆腐 哇 天啊 它这个感觉特别像你们 就是有没有吃过贵州的那种爆香豆腐 特别像 一口咬下去真的就是爆香那种感觉 让它在外面的皮还感到脆脆的 然后来吃一个虾饺 这也是吃广式早茶自助避典的 里面货真驾驶的一整车虾仁 这是一个炸的鸡翅 这个炸鸡它虽然冷了 它鸡汉好脆 里面还很嫩 在线咱们的吃鸡翅神技能 来吃一个齿汁 这个应该是齿油蒸鸡爪吧 这个我给它首先取了名 叫一秒托腐鸡爪 不用我多说 你们应该已经听得出来它的脆了吧 还有一个排骨 这个排骨它不是特别的软淡的那种 拿一个村卷 我感觉它里面的馅是那个香菇肉很很干的 这是一个黑椒牛仔骨 它的肉都是给的好大颗 这一个牛肉 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嚼劲的 不是特别软 然后这是一个贡菜的一个饺子 本来不想点的 因为它是菜 但是我看到它是贡菜 我就勉为起来的点一下 外面的饺子提莫就记得 然后中间因为它加了共菜 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滚揪的那种口感 炸鲜奶 这个就相对于人说觉得略显逊色 我感觉隔地做他们点的那个炒粉还是炒面 看上去好好吃的药 哦 一会也要点一份 吃了那么多干的 我们来喝一个甜的 吃个小甜品 这是一个水果冰粉 然后这是一个银耳造脚米 银耳血泥肚造脚米 最后我们来干主食 吃完肉吃完甜品来干一个主食 这是一个 反正我点了一个肠粉 什么肉的我忘了 肠粉都很一般 甚至连一般我觉得都穿不上 肠粉皮特别厚 一口下去全是面醇的冷准 来一个红油超熟 你们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个早茶 这种里面竟然有红油超熟 嗯 它的糖醋味的也 翻翻去看它带着一丝丝的辣 你这个鱼汤好好吃 它是虾肉馅的 它有纠缠的 然后这是一个咸水饺 它就是糯米馅的饺子 然后在油里炸了之后 看一眼里面的馅 好 这是一个荷叶糯米鸡 我跟你们讲 我真的巨爱吃这个荷叶糯米鸡 你们看一眼里面的馅 但是我觉得这个糯米鸡不是特别的优秀 它的糯米鸡我觉得太干了 然后这是一个布里瓜椰冰鸡 它这个椰汁味很浓郁 而且也不是特别甜 好吃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点第二点 这个蛋茶皮真的好酥 这个蛋茶可以 不会特别甜 哇 我来一个亭仔粥 味道好淡 它这个虾仁抽大颗的 然后那个菜单再给我一下 这个蛋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